捧杀华晨宇,在粉丝与黑子的口水中吃垮节目组 歌手常规赛已经结束,但是关于华晨宇的口水战却从未停止过 从去年的《我想和你唱到天赖之战》再到歌手 华晨宇的粉丝和黑子的在网络上的口水可以填满整个太平洋了 在粉丝之外,是各种自媒体,大V蹭热点式的命题 歌王,桂彩一个又一个话题标签被加入到关于华晨宇的论战中 歌王太重,花花的肩膀承受不了 华晨宇在天赖之前一直小透明 国民度上来说,揭露人员极差 天赖之后也仅仅是小有名气 上歌手之前,不止一次听人问华晨宇是谁 只乎上讨论结石调打该怎么办的时候,还有打主担忧 下面的补位的是个小鲜肉,要在结石面前丢中国的脸了 可见偏见之深 这么严重的大众偏见,要逆转需要一个过程 华晨宇一两年后唱歌手最稳妥,让天赖的口碑发酵一段时间 再发四砖弥补一下原创音乐知名度的短板 鸡肋一定群众激出以后再唱歌手,能一飞冲天 但是这次特殊情况,原本没这个计划,被洪涛临时仓促拉过去 不畏,所以就有点尴尬 实力上是很能打的,但是没人知道他能打 吃瓜群众连这人水平还可以的心理准备都没有 上来就打败结石夺冠,后面又连关追捧结石几路 给群众的就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了 再加上节目组为了用他挽回收视 一个吉尔蒂安人设推标题,剑集上也有捧着他的意味 宣传更是往什么鬼才,天才,音乐才子上面靠 更加激发吃瓜群众的逆反心理 你哼他,我就偏说他不好 再加上华晨鱼本来就是天鱼公司自家人 就更是洗不清了 尤其是在音乐键上水平偏低的人群中 审美取向受自身情绪和对歌手的观感的干扰非常大 这种逆反心理就能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歌曲的判断 因为不喜欢华晨鱼,所以他唱得难听 黑粉总结,行了,别吹了,大头巨音只会归吼和错位 Rap,呵呵 华晨鱼的音乐水准一直是华语新生代中妥妥的一线级别 从参加快男到现在,短短的五年时间 他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十分清晰的音乐人格 在断层严重的华语歌坛 是20010后出道的新联歌手中为数不多 在音乐审美上有望推动整个乐坛向前发展的种子选手 其他比较看好的还有龚格 陈丽 熊仔 窦镜彤 袁亚维 曹东没有派对 Jony J 分析起华晨鱼的音乐基因 我们不妨从他在常规赛上演绎的几首作品入手 第一个关键词是摇滚 纵观华晨鱼在比赛中的选取 无论是他自己的齐天 我管你 还是翻唱的架行僧 山海 甚至改编后的双截棍都有着浓浓的摇滚情节 就像对他影响很大的muse乐队一样 华晨与自己偏好的风格一直都偏向于英式盛美的glam rock和progressive rock 这是流淌在他音乐中最浓烈的血液 他个人的演唱风格和音乐表现形式都是以广义上的摇滚乐为根基的 第二个关键词是唱腔 这从华晨鱼以火星滴滴的身份在电视节目上第一次亮相的无字歌就已经亏斑见爆了 这在演唱上体现在他非常鬼魅的长音声音 有些病态的语气表情 以及猝不及防的转调 具体参考甲晴僧和他自己的单曲癌 这种演唱感觉和声音处理的根源来自于对华晨语影响颇深的另一组乐队 Rabia Head的主唱Doom Rock 通俗一点总结一下就是跳大声式唱法 当然 他在演唱摇滚时和秀Lab时的唱腔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但他在演唱上最独特也最标志的基因还是撸主刚才说到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 其实这方面也是从刚才说到的两组 影响他的乐队Muse和Rabia Head身上继承的 纵观他在本季歌手以及隔壁台天赖之战上的表现 听众们都会折服于他强大的歌曲改编能力 风格融合能力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新鲜感 他习惯于用结构的方式将原歌曲的结构完全打断 在填充上出奇制胜又很有个人特色的音乐风格 来进行基因改造般的改编 这个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先前的《我的滑板写2016》 而在段届歌手舞台上的双截棍和架行僧已经发展到了更高的段位 尤其是前者杂柔了摇滚、戏曲、 Lap和独立音乐范儿的Piano Ballet 完全可以称得上试诗诗级别的改编了 具体的歌曲分析会在之后的本集歌手十大表演中详细聊 第四个关键词是品味 如果说一个歌手的声音条件和演唱机能决定了他的起点 那么他的音乐审美和品味则决定了他能走多远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当属华语乐坛的两位大天后王妃和莫文贵了 华语乐坛的音乐素养和审美品味在他参加快男时就是鹤立姬群的存在 在比赛时他唱的是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We are young, the kill 可以对比下其他同龄选手都在唱些什么歌,高下利剑 贾行僧是场世纪最具摇滚精神的代表性歌曲 双截棍是本世纪最具摇滚精神的代表性歌曲 前者在思想性,后者在音乐性上都是两个世纪华语乐坛开天辟地的作品 华语乐坛选择这两首歌除了致敬也有几分继承前人一波继续前行的意味 另外几首歌曲 《草东的山海》、陈丽的《毅然一爆炸》和《西楼的孩子》 都是近年来华语乐坛独立和摇滚领域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手作品 华语乐坛选择演唱这些歌曲也有在向听众推广优秀的华语独立音乐的意思 以上说到的四个关键词构成了华语乐坛的音乐人格 当然,本季比赛中他演唱了一些之前已经在其他节目中唱过的歌曲 新鲜感略打折 但好在有甲行僧 双结棍和山海这样优秀的表演来拔高了他的综合表现质量 但录主思心对华语的期待更高 比赛只是一时 还是希望他踏踏实实做音乐 在接下来的录音室专辑中会有更好的表现 从发展方面说 是的,捧过了 大部分人对他都持有 选秀歌手都是垃圾 小鲜肉靠免稀粉的偏见 对他音乐水平更是嗤之以鼻 以华诚语在歌手上取得的成绩看 关于他的宣传真不算多 连热搜都是几位歌手里最靠后的 但还有那么多人反感天天碰他天天吹他 说粉丝媒体夸好听都在闭眼尬吹 还说节目上结识 汪峰 李全对他的好评都是唯心的商业 互吹云云鲜明展现了群众 对一个心目中莫名其妙活起来的明星的不善 所以歌手 确实把华诚语抬得太高了 抬得太倒了 不符合发展的规律 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相当于碰杀 不过我对华诚语的信心在于 他一旦上去了 站稳了 就掉不下来 虽然登高的过程太过突兀 注定腥风血雨质疑漫天 但他自身的实力保证他不会低众 得不配位才会登高低众 但华晨宇一向是为不配得对大众低估 他的音乐水平到底如何 看微博和直呼那些骂难听恶心的评价没有用 要看看圈内评价就能明白了 还望那些日夜游新华语乐坛未来的吃瓜群众们 包括某些跟疯脑残的粉丝 放过这个可怜的小歌手吧 别给他家那些乱七八糟的碰杀头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